嗨,大家好,我是東尼 如果來到日本,你想到的食物除了壽司還有什麼 沒錯,那就是燒肉 那這次我們來日本要來開箱很多間的燒肉 來評比一下哪一間比較好吃 新鮮魚 牛蛇 鮮魚 牛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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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耶 我覺得肉味還好 但是蠻Q的 剩餅和隔膜 好不然要弄類似 我想喝一個 生半肉 超油 好吃耶 蠻鹹的 我覺得蠻好吃的 蠻香的 它就是肉 然後上面有一顆生蛋黃 然後跟一些蔥花還有一些醬料 下一個 烤牛肝吧 隔膜 好香 牛肝 牛肝啊 外面焦脆,裡面好綿喔 最後的來了 這個醬汁又花超漂亮的,好美喔 油與黑鮪魚般這樣 好多油 超豐富的油脂,我試看這塊肉的口感怎麼樣 好漂亮 它就是一個入口即化的油 它有下去,直接軟掉,然後直接就沒了 它沒有吃肉的感覺,你兩個開始吃一塊油 可是我覺得它不會膩,它不會到膩口 我是覺得不會膩口 可是你會覺得你好像有點空虛 吃 你會覺得吃空虛寂寞 因為你一咬就沒東西 我老婆投降了,它覺得太遠了,太無法 這個不適合太多,因為它太遠 你會覺得膩口 可是我覺得它不會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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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你個鬼 因為它油脂太豐富了 一入口就不見了 你太需要去太多咬它了 如果你追求比較 口感 就是入口即化的人 可以點這個 吃鍋 然後喝個啤酒 你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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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吃 我沒有吃 你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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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 那我們吃完了燒肉一斗 這間其實在台灣滿多人推薦來吃的 那我剛才吃的時候 附近應該是我做的時候幾乎都台灣人 那也有日本當地人 但是好像都是台灣人比較多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來嘗試一下 那比較油膩的部位我覺得可以盡量避開啦 不然你可能吃個沒幾份應該就受不了了 因為真的會蠻膩的 那我覺得那個蛋黃拌肉還蠻好吃的 只是有一點點鹹可是我蠻喜歡的 那再來就是那個牛肝也很好吃 蠻推薦的 我們再次走 那個牛肝也很好吃 把樹下在上面 然後一邊三邊 然後我們在裡面 然後我們在燈爛 我們要坐在下 像是 燈爛 可以的 我們在燈爛 我們現在走到老百姓 我們就走到另一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